我作为一位过门30年的老媳妇 自己已经熬成婆了 但还是受制于82岁的老婆婆 昨晚这一妹一句玩笑话 把她气得晚饭都不想吃 虽然婆婆后来 在她儿子的劝说下 勉强吃了几口 我也得到两个逐里的安慰 可晚上当我腰酸背痛 躺到床上后 内心还是不平静的 由此 我深深地体会到远乡尽臭 隔层肚皮隔层山这句话 下面来跟大家唠唠嗑 说说我们这些大家庭的故事 我老公今年54岁 叫吴东升 我跟他同名 30年前 我们俩竟然介绍认识并成婚了 老公家兄妹四个 他有两个哥哥 一个妹妹 当初我和老公的介绍人 是我亲老姨 因为老公跟老姨婆家 有点拐弯亲 对他们家比较了解 所以用老姨当年的话说 平生第一次做美人 我在家是长女 兄弟姐妹也是四个 虽然出身于平凡的农户家庭 但我们家家教还是挺严的 记得年少时 母亲就对我们姐妹撒惯书道 姑娘家可不能懒 老话讲起来早三光 起来晚三慌 今后去婆家了 可不能把我背在身上 让人骂呀 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习惯 一年四季 母亲是不让我们试懒觉的 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床上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 把屋子时得利落 再把自己从上到下穿戴整齐 母亲说 小孩懒 非人眼 多养成好习惯 往后不授笔 我父亲虽说文化程度不高 但对于我们几个女孩 家教很严 父亲曾经说的话 我一直铭记于心 父亲说 女孩子千万不能做快嘴丫头 要紧开口 慢开言 由父母的这些言传身教 我们家几个孩子 都是循规蹈矩的 虽然没能各个考上大学 但也算是知书达理 所以老姨才敢做这个媒 要把我许配给老吴家 做儿媳妇 当我母亲得知 吴家兄弟三代的时候 有点顾虑 在她看来 周里多了 往后家庭矛盾肯定不少 套嫁进门受委屈 但老姨说 姐 你要丢开那些陈旧的观念 只要加风筝 人口都不是问题 再说了 人家那两多儿子 一个是大学生 一个在赖做手艺 都成家了 就老两口带东生 一个老儿子过 你的担心都是多虞的 我还能害心悦不成 就这样 在老姨的张罗下 我和东生见了面 彼此还挺有演员 于是 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 我和东生当年的婚房 是四间带走廊的 红砖大瓦房 还有两间小平顶 带一座院子 当年看上去挺气派 东生的大哥 早年分大令住 二哥考学在城里工作 所以我嫁进门后 一直跟公婆住在一起 没分家 我老公东生是高中毕业 大学落榜后 正赶上正门画站招工 他考进去做了干事 虽然工资不高 但也算是个有单位的人 所以那些年 我和公婆住在一起 种了七八亩责任田 公共离田耕地 婆婆给我们召开孩子 做家务 东生早出晚归 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公共为人很和善 只是连几岁的孩子 都不得罪 在村里人员颇好 一般情况下 两口子如果其中一个脾气好 另一个肯定强势 所以婆婆就是家里 那厉害角色 但他不是胡讲蛮缠不讲理 对我也照顾有家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婆媳一直相安无事 都说父母在哪 家就在哪 所以每年春节一到 大哥二哥两家人 都跟我们一起过年 哪怕是公共去世这些年 我们家的洗外衣制宝是这样 虽然我们几家 相聚是十多口的大家庭 可每年过年做饭的任务 都是我一件条 这除了我常年在老家居住外 关键我做饭的水平 也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御厨 原婆婆对我也是赞口不绝 前些年婆婆帮我力所能及坐点 随着她年龄一天天大了 我就让她退居二线了 但她时不时要坐镇指挥 大哥大嫂常年在外打工 后来两人在城里买房安家了 也就是逢年过节回来 二嫂两口子在省城工作 平时也很少回来 所以我们周里之间没啥矛盾冲突 小姑子都没嫁在邻村 骑车十几分钟就能走一趟娘家 说实在话 这么多年她对我们帮助也不小 老两口有个头头脑弱的 一电话她就赶回来了 所以我们姑嫂关系处的 就像亲姐妹 平时说话也挺随便 有啥说啥 我从二月十几就开始被年火 因为在镇上福中朝上班 所以有时候抽红板能存放的菜就买了 冰箱被我塞得满满当当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疑问 你们家那么多人口吃饭 过年费不少吧 都是你们拿钱 当然不是 每年二哥早早就把过年费 给我老公转过来 一开始我们是坚决不要的 当二哥二嫂非让收下 说他们每年回家吃现成的 都感激不尽了 哪能让我们经济上吃亏 要不说有文化的人说话有水平呢 每年都被他们夸得心里乱洋洋的 虽然忙点 但心情是愉快的 大哥大嫂当然也不错 虽然没给过年费 但他们每年开车回来 后备箱都塞得满满的 只要能想到的 他们全都买了 不仅如此 大嫂每年都给我买件新衣服 因为我跟她身材一样 她就照着她自己身材买 穿到我身上都想量身定做 有两个亲如姐妹的 卓里如此对我 大家说我有什么好抱怨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大家庭 相处得如此和谐 也让婆婆引以为好 更是邻居们嘴里羡慕的对象 今年我所在的服装厂放假早 所以我把鸡丫鱼肉都洗好 待冻的冻上 待炸的都过了一遍有 只等人远到齐 你一饭轻轻松松的就能搞定 我们老家还是有传统习惯 就是家务活还是女人的 男人除了吃喝 就是陪客人 做甩手掌柜 我们卓里萨分工明确 大嫂给我当下手切菜 配菜 二嫂负责收拾洗刷碗筷 这几年 三家虽然也娶了媳妇 但有我们这几个年轻仆 或批袜上阵 根本也不需要他们 每年年夜饭鱼是不可少的 叫年年有鱼 年夜饭的鱼我是金刚戏省的白鱼 长长的 有头有尾 不但要年年有鱼 团团圆圆也得有 我们老家的园子有好几种 除了炸糯米园子 还有肉园子 每年炸糯米园子 是我最拿手的 我早早地把糯米饭做好 把剁碎的五花肉拌进去 再加上葱姜蒜等做料 搓园子也是需要诀窍的 有的人搓的时候粘手 那是他们没掌握技巧 我每年用葫芦汤粘粘手 不但不粘 圆子油嫩嫩的 喷香 年三十望着两大桌年夜饭 替了大家赞不绝口地夸我 我开始粘粘自喜 也特别有成就感 前些年 由于条件有限 我们过年来客人 就是面条加五香蛋 招待客人早茶 就比较简单 但随着新生代的举起 孩子们都让包饺子 对于面食我不太在行 但架不住我愿意学呀 所以这几年每年年 三十首岁的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煮上一锅 热气腾腾的饺子 可今年的饺子 现在让我盐放得有点多 可能是加了酱的缘故 所以吃的时候有点咸 但大家都说 原汤化原食 喝点饺子汤就行 只有婆婆坐在旁边嘟囔道 既然放酱了 盐还能放那么多吗 言下之意 对我有埋怨 我当时开玩笑地说道 我不管 反正我初二回娘家 等东梅自己回来 让她把饺子馅里面 放点肉馅拌拌 再切的韭菜就好了 谁知道就这一句话 把婆婆这个老小孩 惹不高兴啊 昨晚坐在桌边沉了脸 让她吃饭也不吃 刚开始 大家也认为她身体不舒服呢 但我跟她生活这么多年 还是比较理解她的 于是我笑着问道 妈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话 忍你生气了 婆婆美好气地看了我一眼 道 再怎么说 大不年的东梅 他们回来也是客呀 你让她自己办线 合适吗 听到这 大家总算明白了 婆婆果真 为了我的一句玩笑话 生气了 其实我的肉馅也多好啊 连韭菜也洗干淀沥水了 根本不费事 这时候 最得老人家喜爱的二哥 起身走过来 得婆婆盛了一碗汤 笑着说 老太太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肉馅咸呢 不带有补救的措施 就是全部扔了 又值几个钱 东梅又不是外人 他回来自己做饭也没事 倒是新月一年到头这么忙 最辛苦的是他 大哥也接着说 老太太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 就是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其他都不需要的操心 难得糊涂是长寿秘诀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地连哄待说 徒仆总算露出笑容 把一碗汤都喝了 我们 啄里撒在厨房收拾碗筷时 我吐槽婆婆这么大岁数了 还跟以前一样爱操心 结果二嫂说 不理他 人老了就是虚导 大嫂也劝我说 老太太强势一辈子了 还没彻底改变 不用计较他 其实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 叔叔笑笑也就过去了 但昨晚躺在床上时 我还是感觉到委屈 真是做得越多 错得越多 远相尽臭 每天尽心尽力 伺候的儿媳 在婆婆眼里 还是没有自己闺女亲 大家说我这算不算小心眼呀 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 我现在不想撫一招 希望你再来 您再来